我们现在到了这一片都是墓地 跟着我公公一起走 我的天我又有点感冒了 孩子刚好 我又不行了 乌鸦 小和林真乖 学爸爸的复制上的应该都得修理一下 等会我们要坐到这儿聊会儿天 然后把带的东西吃完就行 你们也带多少 哈利拉 我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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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忠忠叔叔 你很高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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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吃吗 嗯 嗯 小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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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的视频 现在让奶奶看 那小和林看得可高兴了 奶奶说是我准备那个祭祀食物辛苦了 然后还给我的钱 哎其实真的也没啥 我老公就说是我准备的奶奶就特别高兴 他说是没想到爷爷还能吃到孙子媳妇做的 嗯 嗯 突然发现这个录视频吧 真的就像一个日记一样 那奶奶看得 90岁了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以前韩国的年龄大的那个照片 就看着比较邋里邋遢的 那可能真的就是农村人 像我奶奶她是城里人 然后这都是70年前的照片 这简直就是 就跟现在其实没差多少 奶奶以前就是城市里面的大家回秀 然后看上了这边的一个穷书生 但谁知道还要看上的是一个潜力姑娘 这人要是命好的话 真的就无论说是你凭个啥人 他都有可能会往复 奶奶她那个脸型长呢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那种 一看就是有夫妻的脸 可能是我没见识吧 我们家是在农村 像我在出生的时候 然后就在我外国家长大的时候 我看着周围也没人化妆呀 而且我这只是20年前 刚才我奶奶那个是70年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化妆烫头了 我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奶奶是1931年出生的 当时她出生的时候 韩国这边都是要求说的是日语的 然后真的就是一张照片吧 对我真的是我觉得感触挺大的 在我的想象中吧 31年到现在的话 我就能想到奶奶过得有多辛苦啊 但是看到她那张照片的话 我是觉得岁月真的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折磨和创伤的那种感觉 只是说是皮肤松弛头发变白了 然后别的我就觉得精神状态啊什么的 我跟70年前的那张照片一看的话 其实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是刚一进门 然后奶奶就问我们有没有去那个扫布 然后我们就说去了 然后把我拍的视频给奶奶看了一下 奶奶就一边就是特别伤心的说 啊爷爷要是能看到自己的重孙女的话 大概多好呀 然后还把爷爷以前的照片拿出来让我们看 让我们看 就说是爷爷以前就是穿搭 还有那些比较注重打扮的人 觉得特别帅气 然后老公问我奶奶说是他三个儿子中谁最帅 然后我奶奶说都一样的 也没有最帅的 反正都长得普通 最后补了一句 我觉得你爷爷是长得最帅的 现在90岁了 然后带着自己对爱人的那一份思念 还有以前年轻时候那种敬仰吧 一直自己把三个儿子养大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伟大 那就奶奶说出来那句话以后吧 我真的是觉得这人家还是值得的 所有的爱情还是值得的 如果说是我去世三十多年以后 然后我老公还是在自己的孙子和春孙子面前 还是时不时的提起我 然后说是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漂亮 我真的是觉得就这辈子值 我公公刚才说是 现在想给爸爸买米酒 然后都没有机会了 但是当时小的时候 每次爷爷就是让公公去买米酒的时候 我公公就特别不愿意 觉得为啥不叫大哥去 为啥不叫小弟去 就必须得让他去呢 其实今天我是可以不用来的 然后但是我公公上次就是比较失落一些 就觉得过年的时候 这边村募的人就特别特别多 我们家呢 我们家就只有 我们家就只有我老公和我公公去了 就等于说只有一树花 别人家就花特别多 虽然说是还有一个大白还有小树 但是他们不来这边 然后就是所有的祭祀呀 这些他们也不准备 都是我婆婆和我公公准备的 那反正就是干啥都是我们家干 就像这边的墓地呀啥的 也都是我公公买的 那按道理来说的话 这一般就是肯定得兄弟三个人平分嘛 因为这边属于一个家族目的 然后以后就是所有的家人 都在这边安歇 来嘛 来嘛 打啥去啊 还给开哟 哈里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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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